随身期待经典,让我们在生活中分秒不空过 精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的精进,第二种是心的精进 生精进,为精修所有外向的事情,例如诵经、持咒、拜佛等等 心精进,心精进则是为心内专精,与心念上能念念相继 精进的方法可以对质懈怠心和放逸心 所以精进需要具备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耐心 以这个为基础,并能够成就一切善法 那本身跟华盐经的源起是五年前,在合作教育基金会 那个时候有一个四天恩法师,讲一些华盐经的概况 我们那时候是根据清凉国书的书草 我们在那边朗读经文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也是恰好那时有 我们在那个健典法师在那边,有在上课嘛 他是人也很管,很风气 然后陆陆续续的呢,我跟他上过禅经,金刚经等等 后来他是有在三年前,有畅音我们华盐经嘛 畅音华盐经之后,他那是国语字母的 等于很容易诵读啦 那我是因为五年前,有那个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嘛 有在那个华盐经文,有看过打个底啊 有打过底,所以说我的时间,当然啦 全部我把113步,是三年的期间啦 但是实际上是第一年,我们都是说打底随缘啦 等于适度看自己的那个,等于说融入京葬 真正的精进就是在心上用功 并且要有信心 相信人人具有亲近的心 发愿能够断除一切烦恼 以身心一同精进 以毅力耐心来辅佐自己 让送金作为定客 随时都能用功 十方新闻,国益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 红尾小